土耳其大选登场 埃尔段掌权15年最大挑战 土耳其总统和国会选举今天登场 现任总统埃尔段 Riseptay Perdogan 面临赤扎政坛15年来最大挑战 反对派后选人气势如红 他的支持率也因经济问题重重岌岌可危 投票所于格林威至时间五十 台湾时间下午一时 开放 十四时关闭 初步接果料将于晚间出炉 土国合格选民人数超过5600万 世俗主义主宰土耳其多年后 有依斯兰渊源的执政党 自2002年开始掌权以来 埃尔段宪政土耳其迎来历史性的重大转变 不过批评人士指控这位64岁的强人 总统践踏公民自由 展现独裁行为 选民同时要选出总统和国会 是土国历史头一遭 埃尔段利拼在第一轮出现 即让执政党正义发展党 AKP取得整体多数优势 然而在野党共和人民党 CHP对手因斯 Mohairamins 动员数十万人举行大规模集会 阵营来势汹汹 且反对势力合体迎战国会大选 埃尔段能否达成目标起人移动 民调结果显示 即使需要进入7月8日第二轮决选 埃尔段仍是声望最高的候选人 但选情恐比他宣布提前一年半 举行大选时所预期的还要紧绷 西班牙马德里智库埃尔卡莫皇家研究所 Elcano Royal Institute 分析家 卡罗斯三世大学 Carlos II University 兼任教授托伊古尔 Yuki Toygur 说 尽管现任总统胜算较大 选情可能远比许多人想得更加紧绷 这场选举赌注极高 因为新产生的总统将是土耳其2017年4月通过 埃尔段力挺的总统扩权修宪公投后 投一位受贿的总统 埃尔段精通政治修辞 连批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 他曾在十多次选举中脱颖而出 如今正在与经济持续低迷带来的重重关卡搏斗 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已达两位数 马铃薯和洋葱等主食价格急剧飙涨 引发各界关注 土国货币里拉对美元今年已重贬约25% 与此同时 物理教师出身的因斯猛烈抨击埃尔段治国之道 还先出正义发展党过去曾与伊斯兰教士格兰 组织密切合作这段堪称是禁忌的历史 土耳其2016年发生未遂政变 埃尔段指控格兰是幕后黑手 因斯选前最后几天在伊兹米尔、伊斯免尔、安卡拉、安卡拉、安卡拉和伊斯坦堡、伊斯坦布尔、三大城市发起大规模集会 承诺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土耳其 英国风险分析机构Veresk Maplecroft的中东北非专家史肯纳、安托尼斯金尔 说,因斯的智慧,无谓和他戳穿爱尔段言词漏洞的能力 以及他与共和人民党基本盘以外选民建立关系的能耐 都威胁到爱尔段和他的阵营